HELLO 大家好,芬芬衣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款 很有盛達節日氣氛的橙色綠色 而中間是白色的 三個顏色的組合,三種不同編織方法 我們一起編織這款手鏈 你們預備你的彩虹橡筋圈 編織器,一個絲扣 我們一起開始,你預備好了嗎? OK,Let's go! 我們拿回編織器 今次我們需要編織的 只需要這兩架編織器 同樣用Monster Tail也可以編織 而今次選用三種顏色的組合 而三種顏色組合的編織方法 每一個都不同 我們首先要留意這件事 我們一起開始 我們首先用橙色 做一個Cat Band模式 打一個八字 第一條 接著我們下第二個顏色 白色 我們三條橡筋才編織一次 我們只是第一條 有分別就是打一個八字圖案 接著我們開始編織 橙色的橡筋 我們保持著 就這樣 如美編織方法 在最底這條拉上來 放在編織器的中間 把橡筋 按下它 接著我們加一條橡筋 橙色 我們將橡筋這樣擺 我們就容易去拿 我們的橡筋 就不會混亂了 好了 我們編織了第一條橡筋之後 第二條的編織方法 我們就不是編織白色了 我們是編織我們的綠色 而是拿中間的綠色橡筋 就這樣勾中間的綠色 但是就是勾中間的綠色橡筋 勾中間 放上來編織器中間 只是這樣 我們第二條 接著我們拿回我們的白色橡筋 好了 接著我們這條怎麼編織呢 我們是要編織白色的橡筋 但是今次的編織方法 就是逆如美編織方法 將一支勾針 穿過第二條橡筋 即是橙色 拉起第二條的橡筋 勾底下的白色橡筋上來 放在編織器中間 就是這三個編織模式 記住 拉開中間的橙色 勾最底的白色 放在編織器中間 我們上面這裏放一條白色 接著我們就放綠色橡筋 我們已經是一個步驟 已經完成了 一個步驟 接著我們現在都要編織橙色 而橙色橡筋 只是正常編織方法 如美編織方法 在最底的勾上來 第一個編織方法 接著我們這裡是綠色 綠色 然後我們就放在橙色 所以我們這樣擺放我們的橡筋 就會容易些去拿我們的顏色 不會亂了 好了 我們編織完橙色 第二個編織方法就是綠色 勾中間第二條的如美編織方法 但是只是勾中間這條 正常的編織方法 我們接著先加一條橡筋 記住三條橡筋就已經編織了 而今次我們就要編織白色了 記住我們要將一支勾針 穿下去第二條的橙色橡筋 拉開它 拉開橙色橡筋 第二條 勾底下的白色橡筋 就是第三個步驟 就是三個編織方法 不同的編織方法 記住我們放橡筋 只需要看第一層的橡筋 就已經可以了 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這裡放了白色 接著放的就是綠色 又開始我們的橡色 就是正常編織方法 所以這條手鏈其實都簡單的 只是有三個不同步驟 但是擺放橡筋 一起這樣擺 就會容易很多 就不會混亂了 接著我們編織完 下面這個編織完的橙色 就是編織的綠色 綠色就是拉中間這條 記住是拉中間這條 拉中間這條上來 放在編織中間 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就放白色橡筋 而編織今次就要記住 拉開中間的橙色橡筋 拉起去勾底下的白色 你們做多幾次就已經可以分到個次序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的手鏈的模式 就這樣 已經有少少出來了 接著我們就放我們的綠色 而今次選用橙色綠色 就想有聖誕節的氣氛 所以用這些鮮艷的藍色 接著我們放橙色 接著我們放橙色 大家一起做就會很容易明白 接著我們就要勾這個中間的綠色 按下一些橡筋 加我們的白色橡筋 就編織最底的白色橡筋 是這個步驟比較繁複的 拉起橙色勾底下的白色 記住是拉開這個橙色 勾底下白色上來 就是這樣簡單 其實都不複雜的 大家一起做就可以一定做到的了 接著我們就在綠色 就是這個編織方法 保持著三個不同顏色 三個不同編織方法 就去編織我們這條手鏈了 我們就是保持著三個編織步驟 去完成我們這條手鏈 當我們手鏈足夠我們的長度 我們的手鏈一邊就是白色 就是這樣的 另外橙色和綠色就保持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去結尾 而去加我們絲扣 我們只是需要 每格偏織器剩下兩條橡筋 兩條橡筋 我們首先 把我們右手邊 白色的橡筋慢慢拉上來 小心點 套在左手邊這一邊 就是要把四條橡筋 放在一格偏織器 就是放在一格偏織器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這裡有四條橡筋 用絲扣器套起來 這樣套著 然後可以放我們這條手鏈出來 而另外一邊就是CADBAND為止 也都是加上去我們的絲扣上面 那條手鏈就已經完成了 一邊就是白色 這裡就是這樣 橙色綠色保持在這邊 白色就是中間 我們這條手鏈很簡單 但是三個步驟編織出來的效果也很美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手鏈的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